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Rinley Chow, 家有一佬, 如有一寶 本來預備了一些資訊關於怎樣選擇天冷要穿的衣服, 怎樣去適應天冷不尋常的急凍急暖的天氣 但是因為近來朋友圈之間有些比較重要的資訊想知道,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以前曾經幫42分局, 當過華人社區聯絡委員會的委員, 做了很多年義工 跟警察都相熟一下, 當初他推出分心駕駛罪名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很多關心, 和他聊過, 了解過詳情 我在Youtube 分享過其中一個警官, 警官有講解, 什麼是分心駕駛, 怎樣之下他們會執行這條條例, 給告票來 平衡圈之中, 很多人都被問, 怎樣會中招呢, 說不可以抖一抖都會中招 是的, 原則上現在他無法驗到, 尤其是2月1日開始 他無法驗到, 如果你開車, 只要車在馬路上, 碰一下手機, 甚至乎你戴著一個連線的耳機, 插著手機, 你都會被 charge 分心駕駛, 你可以用藍牙, 可以戴一邊, 但是我奉勸大家, 如果要戴右線的那些, 麻煩你塞在那邊, 外面讓大家看到, 是沒有東西的 它證明你是聽得到外面, 在你開車的情況之下, 外面發生什麼事, 你會聽得到 OK, 這個就是基本, 最基本, 最基本 你說, 我有個停車紅綠燈, 對不起 紅綠燈, 你最多是可以喝一口咖啡, 其他什麼都不可以做 現在連吃東西都中招了, 所以你在一路開車吃東西, 對不起, 分心駕駛, 又有一張ticket 打不打掉呢? 我相信比較困難 你可以嘗試找ticket, 但不保證, 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現在很嚴厲地打擊這件事 因為太多交通意外, 有很多人受傷, 甚至死亡 就是因為分心駕駛這個問題, 比你聚走駕駛更重要 基本上, 我分享一個, 我未找到一段影片出來, 因為已經很久了, 兩年前了 那段影片, 就是講解的sir 基本上, 你開車, 除非停在路邊, 車停在路邊, 拉了手掣 那你就可以鬥你的手機 換句話說, 如果你的車不是停在路邊, 拉了手掣 你的手機, 就已經是分心駕駛 任何電子零件, 你的GPS, 所有都是屬於分心駕駛 我鬥一下車的音響, 可以嗎? 這個是很灰色地打, 基本上是不應該去鬥的 由於現在新一代的車, 全部在體盤上有按鈕 你不需要親手去找個按鈕 尤其是那些新的車是 touch screen 的 你鬥幾十次, 才去到你想要的畫面 那些更是分心的, 所以是沒有必要走 不要動 最好就是, 停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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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調教 停在車, 停在車, 拉了手掣, 腳可以離開駕駛 那你就可以做了 如果不是, 有警察看到, 也可以抄你牌 分心駕駛 因為最慘的是, 打不打, 打不掉的時候很嚴重 這是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罪行 在燃縮公司來說, 你的燃縮就會飛升很多很多 現在燃縮已經很貴了 那就更加, 令人害怕了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說我開車, 撞車有意外 幾件事大家記住的 無論誰坐都好 首先 在安全情況, 許可的環境線下 才好下車 有很多人不知道, 撞車就下車, 是什麼事 尤其是在路線 有些人, 即使是很失車, 撞車, 撞車 也都是盡可能 駕駛到路線 駛到路線 駛到路線 才好停下車 再檢查清楚, 安全了 才好下車 如果沒有必要, 也不要下車 最重要是拍下對方的車牌 為什麼呢? 因為在路線上 你不知道, 什麼車撞過來 什麼車看不到你 如果有些傻人, 真是瞎眼睡 撞過來, 那就死定了 你在車裡面, 起碼有幾個氣袋擋 你在車外, 基本上你就 不死定了 所以, 沒必要 不要第一時間下車 一定要檢查清楚環境 還有, 千萬不要站在兩輛車中間 或者, 車雨露薄 即石邊中間 一夾過來, 你不死都斷手斷腳 真的 所以, 希望大家要小心駕駛 撞了車, 下車了 或者可以拿到對方資料 證明車牌 駕駛執照 演梳公司 然後, 撕了可以撕了 但是, 撕了也好 拿到電話號碼, 撕了也好 你要去所謂的報案中心 Collision Center 去避案 去到那裡的時候 有個警察會跟你下記錄 然後會問你, 報不報演梳 如果你打算撕了的話 我還沒想到, 不想報紙 那就不要報紙 因為, 那裡有很多agent 在這裡留念報紙 因為, 報紙 他們從中, 找到電話號碼 可以賺到錢 這樣呢 就一定有記錄了 因為, 有時候, 如果你錯了 不是很大件事 小小泵把, 花了, 黑了 還陪我一招 然後, 弄了泵把幾百元 換了, 那些 after market 泵把 噴的事都是 一千元以下的事 很多時候, 你都不會 為了一千元CAMIN SOA 那麼蠻蠻的 去加你一條數 取消你一條數 所以, 你要小心 每一個步驟要做足 這樣就保障了自己 當你兩岸結束之後 有錢銀交國 比如, 我賠錢給他 結束這件事 他認同的 記得寫一封信 簽一張紙 某某接受我多少錢的賠償 不再追究這件交通意外的情況 這些事件不再追究 如果, 一定要簽一張紙 有日子有成的 相方簽一張紙 一釋兩份 一人一張 萬一他 轉頭去報現索 追究你們的時候 你就要我一張紙 他簽了一張紙 他認醒了 他不會追究的 我給了錢給他 撕掉了 這樣就不會上身 現索公司跟他搞定 但如果不是 因為很多人很狡猾 就會有機會被人 屈完就屈了 因為我知道有時候 你一千幾百 是的 兩、三千 是的 因為 你撞了泵把 現在的新車很誇張 有很多感應器 撞了泵把 泵把殼有幾個水 問題就是噴油有幾個水 他的感應器 有一百幾十一個 我不知道有幾個要換 你加上薪 他當然會多屈你一點 所以三五七千 是沒有避免的 所以如果有這種情況 你寧願報現索 但一定要預先報告 不要打算出鼓劃 因為 現在的科技這麼先進 他有dash cam 他在另一邊 dash cam 看到錄音 有錄音 所以如果自己有 先避免 dash cam 不可以 成床成功 但是 見索公司 有機會 接受dash cam 作為一個證據 所以 希望大家都 剩下dash cam 無論貴也好 便宜也好 最重要是work 錄音 錄音 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如果我看到有什麼 補充 我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 我原則上 這個 加油一佬 如有一譜 的願意就是 和大家分享 在加拿大 生活 所面對的 生 老 病 死 醫食 住行 這八件事 因為其實很多事情 我在這幾十年間都接觸過 有 結婚生子 父母過世 那些 我全部接觸過 也有很多 認識很多不同的朋友 界別的朋友 有很多朋友都很幫忙 當我有困難的時候 大家都去幫我 看看什麼方法 有沒有相熟的人 解釋一些問題 或者是 讓我增加我的知識 而且我又 在過去幾十年間 參加了很多不同的義工行列 做了十年八年同軍 有自己同軍的神經 在警察局做義工 做了十年以上 令我多學了很多 開闊了硬界 希望我所知的 和大家分享之後 希望大家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你有什麼 覺得這些片段 是有幫助的 訂閱 給我一個Like 我希望可以 這是鼓勵你 我不是想做Youtuber 賺錢 因為我的訂閱 是非常非常低 沒有久 又有機會賺錢 因為我做Youtuber 賺錢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我心願 其實想和大家分享 一些比較 實壓實切 和可信性高一點的資訊 或者我在某些專業人士 所得到的消息 或者資訊 我就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幫到大家 記住 我不是一定對 你可以再問一些專業人士 但是 基本上 我剛才所說的 那個程序 是在警察部 我問了一些 交通警察 或者是 某些不同的 我問幾個 幾個不同的警官 有華人 有貴人 有貴人 他們都說 有很多個案 是要彈性處理 但是 每個人的處理方法不同 還有一件事 提到大家 就是 剛才忘記說 如果停在路邊行駛的時候 尤其是旁邊有公共交通工具 更加不可以在車上搞這搞路 因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會有警察 間中也會有些人 出去看看誰違規 然後 通知前面的警察 去接你 去被告條理 現在已經是好行的 因為政府 是很 決心去嚴厲打擊 分心駕駛這件事 大家 一路順風一路安全 安全駕駛 希望大家有一個 愉快的Marship 我遲些 可能 我希望可以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有一條影片出來 和大家分享我所見所聞 或者附近發生的資訊 謝謝 在這裡補充一點點 就是 你訂閱 給我一個讚 這是我的動力 我希望能夠 得到大家的支持 讓我分享的資料 可以幫到大家 再者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 想知道的 可以嘗試留言給我 看看可不可以 看看 用我的關係 或者人事關係 或者在我朋友圈中 找一下一些特案 因為我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情況 就是 我很喜歡 尋根究底 我去做很多 尋找一些 不同的朋友 專業的朋友 去解釋很多 不同的理論 給我聽 再者 我現在在醫院做 也有很多 醫生 或者醫護人員 或者專業人士 他們都講了很多 關於這次 武漢肺炎的資料 或者口罩使用 或者其他問題 我們當然也有 受過不同的訓練 但是希望大家 支持我 以及希望大家 能夠幫到大家 在各方面的 生活資訊 或者是 我所講 新老病死 醫生住行 這八個大方向 裡面 有什麼 疑問 我可以解決到大家的問題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